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謝謝怡婦 錄影嗎? 對阿 你要多發影片 好喔 好的 掰掰 好的 我開始整理素材要剪片的時候 才發現有一段我講超級多話的素材全部都沒有聲音 我那時候也忘記檢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呢 我剛下浦東就先到離浦東沒有很遠的地方先住一個晚上 然後我想說因為他離地鐵沒有很遠我就搭地鐵去 結果我扛了那個42公斤的行李 真的是太狼狽了 到酒店的時候就是這一身滿頭大汗的樣子 然後因為太餓太累所以我決定出去外面覓食 買了一個牛肉炒餅 但一吃覺得就很像沒有味道的塑膠麵 然後又超級油 我吃了三分之一碗就沒有再吃了 但是又覺得很不甘心 就像去夜市吃最後一攤一定要好吃的東西一樣 我就把Hander給我的那個泡麵再拿出來包 OK 接下來就是一陣濕波 吃完之後我就很滿意地去睡覺了 隔天一早我就打車去學校 然後整天都在處理宿舍的東西啊 買生活用品啊 換手機卡等等的事情 大家早安 我繼續配音 今天是禮拜六的一大早 我們很臨時的就約今天要去蘇州一日遊 沒有人在裡頭髮啊 看起來超傳統的店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台小店旅都超級愛把喇叭 欸這間好可愛喔 可是也沒開 好我們太早來了 後來買了一杯綠豆湯 他跟我認知的綠豆湯差非常的多 活活的一隻貓咪 活活的一隻貓咪 所以會記得一點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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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